好,到了暫時沒有英文的華英文頻道 今天就人多細重 第一樣要打個招呼 馬曹麗 你知我掛著你的 所以你就掛著你 我掛著很多人 我掛著所有英文在場的主持 老實說,我就不喜歡你說這句 我只喜歡你說你掛著我 我掛著你啊,台長 我掛著你啊,台長 聽完之後就做節目順暢很多 不說這些話 說正經的 正經的就是第一件事 當然要先講講寫文年 因為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寫文年今天就開了記者會 大家知道 上個星期我都說 現在就謠言滿天飛 很多人都說 李柱銘又說話,羅進言又說話 中聯辦的 九品都不夠的芝麻官 又說話 所以第一件事,首先講寫文年 因為這是定位來的 有了寫文年之後 可以看其他立場 大教你先 今天寫文年在下午開了記者招待會 政府主席 連同三個現任的立法會議員 共同發了一個宣言 基本上寫文年覺得 最近的政治形勢的發展 是感到極為憂慮 我自己也個人覺得 這是過去十幾二十年來 香港政治發展 特別是香港民主派 最嚴峻的一個時刻 因為 五區公投 這是新民主運動 你民主派參不參與都好 這是民主派自發一個行動 成敗與否 留待歷史的鑑定 但是這一次普選聯 在前兩天發了一個聲明 一個代表十五個 泛民的立法會議員的 共同聲明 這是一個極為重要 也全香港市民 都必須要極為關注的 一件重大的事件 因為普選聯的立場 現時就是 他們提出一個新的政改方案的建議 就是說 如果這個中共中央 當然包括香港政府在內 一定會跟從 就是如果接受 普選聯的新方案就是 在這個政府提出的政改建議裡面 就是說五個功能組別選舉 五個地區直選的 選舉議席 如果 區議會的功能組別這五席 如果中央政府能夠接受這五席 可以是由區議員提名 但是由全港一人一票選舉 產生的話 泛民 普選聯的十五個直選的議員 第一 就會是捆綁式 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 為什麼 社民聯這麼關注 以及對這個新的發展立場 感到這麼憂慮 以及提出強烈的譴責呢 基本就是第一 這個民主黨和普選聯眾人提出的一個方案 關於這個區議會的提名 他們沒有提出任何的要求和規定 因為你可以看那個提名呢 是這個控制那個民主派可以提名的人數 換言之那個提名權本真的不一樣 提名權本真的不一樣 提名權本沒有提 第二呢 普選聯是完全放棄了這個時間表和路線圖 就是那些2017啊 2017啊 2020啊 全部沒有了 還有最重要的呢 這個是第一次過去十幾二十年來 民主派 是公開接受在政改方面 在這個功能組別選舉那裡 不但是可以增加 更加是沒有提出這個功能組別要最終消失的 這個是原則性的放棄來的 意思就是說你接受到這個普選聯這個建議 可以某個程度上已經可以這個決定 以及可以判斷呢 功能組別可以永遠存在 這個流方萬世了 我會不會是 我們覺得是為了萬年 所以 今天我在記者會上 我也呼籲 全香港市民 特別是支持民主的朋友 特別是 50萬投票 在這次的公投那裡 是要求這個 樂實真普選 廢除功能組別 這個選民 是更加要向這個 泛民 支持這個 普選聯的方案的議員 特別是上一次 2008年有投票的那些 你一定要給他們壓力 因為第一 2008年的選舉的時候 從沒有一個泛民參選的議員 有提過說會支持功能組別的存在 我想這個 首先第一件事 大家就不知道 現在 找回2008年的時候 選舉政綱 選舉政綱 先找回來 不要說那麼多 先找回來他們說過什麼 找回他們說過這些政綱 和他們在選舉論壇說過的事情 相關的事情 對照他今天這個立場 早個禮拜 梁耀忠都在公開說 如果沒有2012 他不會支持 你劉慧輕早過輪兩個月的宣傳版 仍然是說2012 沒策 沒策 看好策先 找人去新界東 有的 我記得應該還有 不是說笑的 但簡述了這件事 我有好幾個問題 我覺得這幾天的變化都幾微妙 其一就是李柱明都公開說 如果他出聲說 其實他收到風 很嚴峻的 跟民主黨唱反 都有五成以上的把 但問題是 今天中原辦的宣傳民體部部長 我都不知道這是什麼部 就叫確鐵村 說回這個問題 特別是說到那個功能組別 說到現在的 補選員的建議 劃蛇添足 劃蛇添足這個意思 是代表他 中間一定是否定 劃蛇添足不代表不做 劃蛇添足不代表不做 劃蛇添足都做 劃蛇添足是可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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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劃蛇添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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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是很有機會接受的 因為中央的接受 第一,這不是原則性的違反中央的政策和有關的立場 第二,如果中央能夠接受普選聯這個建議 它是作一個小小的策略性的調整 也不是說讓步 一個策略性的調整 另一方面可以令到香港的民主派全面分裂 而這個結果可能對政府是更加有利的 因為你功能組別的五席 區議會提名的五席 如果由區議員提名 全香港人一人一票產生也好 那個提名程序 到時它可以控制到四一分 五個裏面四個是保皇黨和民建聯鄉事 我初步分析 五個裏面有時鄉事一席 民建聯兩席 公聯會一席 民主派給一席 你都是民主黨 已經贏了四個了 另外你這個直選的新港五席 好的就三二分 我們三他們二 隨時是他們三我們二 就算是我們三他們二 即是說親政府陣營都在公民組別贏四席 跟著在地區直選就贏兩席 即是六四分 即是說阿爺控制之下 你新增的十席 保皇黨贏六席 這個民主派贏四席 民主派贏的四席 不少有部份 是類似溫和民主派的成員 對中共中央來說 對控制香港方面 只會進一步加強 那個就